这一堂课我们会用三个好用的美食构图技巧 就是我们拍美食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构图技巧 其实很多构图是用不到的 我们最常用的这三个技巧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美食构图是你想要表现什么 这才是美食构图的核心 第一 表现食欲感 那么我们就用大特写的画面 那么如果要表现氛围感 我们用中景画面带出场景环境 形成一种氛围的感觉 第三 表现层次感 就要平视的角度虚化背景来偷出主体 来表现层次感 那么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例子 首先这个大特写可以表现我们食欲感 看到我们这个牛排了没 我们的镜头非常的大 特写非常大 可以看起来我们的画面是非常的食欲 满满的食欲感 如果说你的画面当中做好的成品 在咕噜咕噜咕噜冒套 在咕噜咕噜在炒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大特写的画面 来表现我们的食欲感 食物的食欲感 那如果说你要表现氛围感 比如我们在吃早饭 我们要表现背景上有一点点清晨的阳光 那我们吃晚餐呢 我们可以用一点暖光的效果 打造出我们晚餐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中景带出我们的场景 会让我们整个画面会形成一种氛围感 场景的氛围感 这是属于我们的构图 这种构图是云 中景构图是云造场景氛围的 如果你想云造其他风格 可以在我们的场景上变化各种各样的风格 这种中景的好处就是 让你的背景能够变化不同的氛围 那么我们的平视角度呢 就是为了展现我们的层次感 我们平视角度 脚下放低 平的拍过去 让我们看我们的肉 有一定层次感出来 纹路也出来了 我们的平视角度 可以增加食物的层次感 还可以虚化 很容易虚化掉背景 来突出我们的主体 所以说我们在拍摄美食的时候 每一套菜的 你想不想表现食欲感 你就用特写 你想想表现氛围感 你就用中景 你想要表现这个食物做好之后 一层一层的层次感 那么就用平视感觉 所以说不同的镜头 运用不同的构图 那么我们的构图 可以千变万化 这三种构图 是我们拍摄美食当中 最常用的一种构图 把这三个构图运用好 你的美食画面的构图 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总结 不管美食构图如何变化 都是为了让食物主体更好看 我们的构图 我们的食物 永远是在我们的中心 永远在我们的主体 不要打破我们的主体 好 这一节课 我们的构图说完了 下一堂课 我们就开始说到 如何录制我们的音效 我们做菜的音效 该如何录制我们高画质的音效 我们下人们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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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